小朋友可能 他本来在睡觉 突然间机器叫你过去看 他心跳是没有的 那你说我们会怀疑说 怎么可能这么突然 那时候一开始看到他们身上插满管子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心疼 我想除了感谢我 我实在想不出有更好的 表达我的内心的话 在医院里有一个单位 不管情况有多么的紧急 护理师连说话的声音都要轻声细语 动作再小心不过 就怕一个刺激 小病人会有无可挽救的危险 这里就是早产儿的加护病房 面对提早离开母体保护的巴掌仙子 护理师用笑容专业协助他们 勇敢面对生死的挑战 他有郑重吗 他 目前应该还好 在那边有被禀过 儿科加护病房管制门开启了 34周的早产儿被送进来 小病人要进席被快速传递着 护理团队成员立刻就战斗位置 生死一瞬间 在儿科加护病房里 不再只是一句形容 这两天是应该可以 早产的婴儿在新生儿处理台上清洁量体温 护理师借着舌灯找到细小的血管 埋针抽血 早产儿身上插满管线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持他的小生命 至少要一个新生儿处理台 然后怕他呼吸不好 一定要有呼吸器 对 然后他一定会给点滴 所以 然后还要保温 然后新生儿出来会吃到氧水 所以还有抽产的设备 然后他抽血打针 就这台车要在这边 然后要洗澡 就这么多东西 因为新生儿出来最怕低体温 那我们现在都是设368 对啊 因为他们可能一来 等一下高温可能就35而已 这落差就有两度了 就会让他们的血管很难打 血可能就抽不到 就是另外一个刺激了 所以我们都要先预热好 挺着怀孕七个月的肚子 她是台北慈激医院儿科家护病房 护理长廖美燕 15年的护理资历 因为喜欢小孩子 所以一头栽进儿科病房的领域 在台北慈院10年 照顾过将近1000位的早产宝宝 你 庄小弟弟 1405公克 低于2500公克 属于低体重的早产儿 庄小弟经过初步医疗护理后 必须休息观察四个小时 他们的皮肤又薄又不成熟 加上表面积又大 很容易从皮肤 散湿过多的水分和体温 这时候美燕阿长 准备的保鲜膜排上用场 没有睡在保鲜箱里面 但是其实这个是预防他热散湿 对 因为体温上上湿或者是水分 都会对他们的体温有影响 因为他摸起来凉凉的 他现在体温还没有到我们的标准365 心跳就会很慢 就会影响他生命真相 不足悦的新生儿 因为身体各个器官都未成熟 就脱离母体的保护 必须注尽保温箱 医护人员以大毛巾折出围槽 尽量模仿子宫的环境 希望提供最大的安全感 在加护病房里 一切动作都要温柔 甚至在病房里还有分贝器 音量要控制在60分贝以下 有时候像同学 像小朋友这么一来 有时候紧急 他们会大声讲话 但是我们就会请他们要小声一点 那有时候是做一个提醒的动作 因为你声音太大 就会吓到早餐了 他这么小 血管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脑出血 对 那像他这么小之后 会再排脑部穿波的检查 对啊 很秀气耶 虽然是男生 身上有一些些偶尖 可以给你看一下 可能是伸出来的时候 在把它拉出来的过程中 有一点点压到 可是早餐了 其实他们的皮肤很脆弱 难免的 一两点而已 这个 这个都会退 都会再退 背部有一点点 就是都小小颗的而已 没有太大块的胎剂 都还好 活力还不错 庄先生第一时间 看见儿子 显得有点惊慌失措 这是他们的第三胎 跟上一胎相差九岁 怀孕对他们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对不起 现在却因为孩子早产 未来充满变数 这时霍里师便扮演起心理辅导的角色 因为他比较小 所以之后会陆续帮他安排擦择 脑部的精脏的都会帮他做 因为要看他有没有其他器官的状况 对 目前现在第一关就是呼吸要先把他控制住 老长人有比较大的机遇会走到附近或是八轮食环的部分 但是临床上看起来追踪要到很严重了除非他真的出生过程很不顺 你们家孩子就是要再追踪 但他第一次的脑部穿布还没做 他叫我做笔记 可是讲一下 他捅不起来 对啊 我等下回去吧 做笔记 他拿一份份子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对啊 你就跟他讲这些句话 你就跟他说目前是稳定的啦 因为有任何变化我们一定会打电话通知 对啊 谢谢 庄小弟弟周树还小 吞咽功能还不成熟 必须借助胃管来喂食 他努力伸展他的手脚 好像对护理师阿姨们述说 我要活下去 因为他现在有在用呼吸气嘛 然后就是气会打进去 有时候会打进去胃那些 然后所以我们就要反抽他的就是胃里面的空气 然后就是而且他肚子比较脏啊 就是减少他的就是负胀的情形这样 像他胃管就一个嘛 然后呼吸气一个 身上因为要给药 所以有两个静脉导管 然后要营养针要把他养大 所以有一个中心静脉导管 然后要兼真他的血压 又一个动脉导管 这是最基本的配备 在梅艳阿长的鼓励下 庄先生很快就克服了跟儿子皮肤接触的恐惧 他就要看到你 他等会儿 你刚才说你来了 你刚才说你来了 可是我是爸爸 妈妈才会说我是妈妈 是他三宝我是妈妈 对啊 还是爸爸 还有妈妈 那两边一手都走了 对啊 他知道啦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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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啦 我都会叫妈妈 你来跟他讲话 嗯 我妈教你妈妈做爆 对 他想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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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是他就在抱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七 小哥 長寶寶 你加油喔 你們都在等你當家喔 要健康喔 要平安喔 但是像這個寶寶 他出生的時候 雖然說分數沒有太高 但他後面 他的活力很好 而且他求生意識很強 他會哭 手腳會動 眼睛會打開 對啊 你就知道 其實他還蠻堅強的 對 這個時候其實 像他的家屬的支持度就很夠 阿公阿嬤然後舅舅阿姨 都在第一天就來看他了 平常其實很少這麼多家屬 所以其實他的家庭支持度很夠 莊小弟弟未來的成長路上 還需要面對心肺功能 腦部發育 視網膜病變等關卡 美營阿長 幾所帶領的護理團隊 將會陪著家屬 一起度過難關 腳會亮喔 哪裡這個嗎 一個嗎 弟弟在照光啊 弟弟在照光啊 我們在調白啊 第二個聊天的話會先簽 台灣地區每年有21萬名新生兒 早產的比例將近十分之一 新生兒死亡率大約千分之十五到二十 其中八成是懷孕不到三十七周的早產兒 當媽媽知道小寶寶提早出生時 心中總是充滿愧疚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因為是頗不慘 所以沒有辦法馬上看到小朋友 那心裡面當然是很掛念 那後來可以下床之後 就趕快急著來看他們 那時候一開始看到他們身上 插滿管子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心疼 因為才那麼小的周數 然後甚至體重數都還不到兩千克 那看到這兩個小朋友 有什麼管什麼管啊 真的在裡面真的媽媽會覺得說 其實還滿自責的 但是也不能做什麼 陳先生夫妻結婚六年 好不容易叛來一對龍鳳胎 卻在三十一周時早產 小兄妹在獲理人員的細心照顧下 健康地長大 美燕阿長開始為陳先生夫妻 安排龍鳳胎回家前的衛教課程 等一下 現包進去了 好 我是要偷幫幫忙燦嗎 對 沒關係 我有布啊 2350 2350 2350喔 對 行嗎 不會啦 橄欖球式的爆法 把它夾在你的腋下跟腰這邊卡住 那你就單手 對 夾住 那你的手一定要拖住他的脖子 臉還用嗎 耳朵 耳朵好 擦完耳朵再臉 全部的臉 對 爸爸很厲害你 很爽的包 沒事沒事 沒事 這耳朵 然後臉 整個臉 臉的部分就是用清水 手沒有包好 他生氣了 蛋都是你 我又要緊 沒關係 你不要給媽媽壓力 我們那一次對不對 沒關係 我又哭了 早產的嬰兒在臍帶脫落 傷口癒合後 才可以開始洗澡 陳太太第一次親手幫女兒洗澡 一切動作顯得戰戰兢兢 洗屁股 對 要洗屁股 對 要洗屁股 對 要洗屁股 身子部會如果在水裡不方便 可以上來之後 再洗也沒關係 還在吃 還在吃你的手 還在吃你的手 那我整片鏡你也會看鏡頭 好了 我洗完了 好 來 小心脖子 小心脖子 然後屁股 一手在脖子 一手在屁股 好 然後給它握上來 握上來 握上來 好 沒事沒事 沒事了 好 沒有事 沒有事 然後就擦乾 當小寶寶的體重 持續上升超過2000公克時 就可以準備出院了 但是爸媽還得上最後一堂課 餵奶 現在妹妹 現在一次吃到60CC 對 那回去的話 像這種 比較小的早餐 如果他們一次吃不完這麼多 你可以就是採少量多長 假設我們家喝60 你可能可以 我們是定時 大概四個小時一次 然後餵它60CC 那你可以提早餵 就是三個小時 你可能就是 先減奶 減到50或40CC 這樣子餵 護理師黃若南 平時只要花30分鐘餵奶 陳先生夫妻 第一次親手餵奶 奮鬥了一個半小時 還是尋告投降 戶技無力 姑姑 來 對他們來講 吸奶就是 算比較水力 所以 那就是最累的地方 這樣 對 比較累 來 妹妹還醒著嗎 有時候眼睛開開 沒有像哥哥睡的那樣子 陳選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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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嘴巴張開 快點 他好像不喝了 陳選姿 你這樣不會長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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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喝 對啊 你自己飽了嗎 這是他之前的去膠片 之前的去膠片 去膠片 對 就是有膠帶的方法 對 對 那就是一方一方 小寶寶回家的時候 終於來臨 阿長利用最後機會 不斷提醒家屬 龍鳳胎的個性 習慣 照顧技巧 後續醫療檢驗 騎乘等資訊 希望爸媽回家後 可以趕快上手 現在就是回去之後 他們有一個磨合期 要培養磨期 磨合期大概多久 有人大概一個禮拜 可是有人到一個月 然後也有人就是抱回來 看到臉問題出在哪 但其實他就是環境不適應而已 對啊 可以啊 你隨時可以打電話回來 我們還有凌晨回來的 沒有凌晨 因為睡不著 小孩就是一直哭 但是其實回來 聽到我們 這些熟悉雅姨的聲音 他就又睡著了 然後就回家了 對啊 蛤 他今天真的心情很好 一直笑耶 他就很堅持啊 我剛剛也是轉回去 他也不理我 等一下還有這一袋 你看到 他自己說 他很堅持啊 他就很堅持啊 龍鳳寶貝 帶著大家的愛 踏出這道管制門 美燕阿長在心中助導 希望每個小寶寶離開後 都能健康快樂長大 今天我們的主角是 台北慈濟醫院 兒科加護病房的 廖美燕護理長 另外一位是 容縫胎的爸爸 陳志奎先生 歡迎兩位來到現場 那美燕 跟志奎爸爸 就是因為志奎爸爸的容縫胎 在加護病房 那還記得當時的一個情形嗎 其實爸爸看起來 那時候剛開始還滿緊張的 但是之後他就是 我覺得他比媽媽還要冷靜 雖然面對早產這麼小 然後身體小小的 住在保溫箱 但是他可以安撫媽媽緊張的情緒 對 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伴侶 對 但是美燕這樣輕輕的講 那你在這個小兒加護病房 也好多年了 十年有了嗎 對 十多年了 那在十年當中有沒有 就是都是照顧很多早產的 爸爸媽媽 有沒有讓你在工作上覺得 壓力很大 其實在面對急救生死的時候 那個壓力是最大的 因為其實他們像懷胎十月 甚至是懷胎不足十月就生出來 你要怎麼跟家長說 小朋友可能面臨生死的關頭 這個部分一直都是我們 比較難去挑戰的地方 那壓力也是最大的 現在你有懷孕嘛 對 那很恭喜你 也是等了好久 對 也是等了好久 對 非常幸福的感覺 那智奎爸爸就是曾經住在美燕的 交互病房裡面 那還記得當時的那個情形嗎 當時進的時候就 因為他們進去的時候 都要看到他們用著呼吸器 難免都會對於呼吸器有點緊張 因為不知道這個到底是要幹嘛 對 怕會不會對於小孩子 未來有什麼影響 但是到後來當然就 我越來越要看著小孩子每天 一天一天的進步 我就覺得 就覺得心又安心下來 大概就這樣 你的夫人那時候 就是知道小朋友 知道好像榮鳳胎一個是 一千六百多功課 對 另外一個一千七百多功課 那在這個我知道 交互病房也做很多 大概的部分怎麼樣 去鼓勵這些的媽媽 其實我們會先是 小朋友的狀況 再來就是看媽媽產後的心情 因為一下子給媽媽太多東西 怕他會整個壓力太大會崩潰 那我們其實很鼓勵是 媽媽每次會客 都可以跟小朋友做一個互動 跟他講講話 摸摸他的手 那我知道爸爸每次來 甚至都會跟媽媽做一個 視訊的部分 因為媽媽後來出院了 也會很想小孩子嘛 他就用視訊的部分 做起那個親子關係的連結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 那個親子的連結 會讓媽媽更感覺那個 小孩子的跟他是連結在一起的 對 那好像這回爸爸 小朋友住從 從二月二十一號 住到三月二十一號 對 兩位都大概都兩千三左右 才出院 那在這個準備出院之前 護理師又教了你們 什麼讓你們回家做一些準備 每個人都希望快點帶回家 包括家中的長輩媽媽都因為 期待 對 都很期待說能夠快點帶回家 當然在衛教的時候 當然就比較緊張 因為我們第一個衛教就是什麼 先急救 要先學會如何遇到問題 要什麼急救 對 然後接下來的衛教是洗澡 都是那個 都是要面對那個小孩子 兩位一起學嗎 都要一起來對不對 爸爸媽媽要一起來 對 都兩個都軟 都是軟趴趴的 都會很緊張 對 但是到後來當然就是 就因為那個護理師這邊也是說 叫我們多多來 如果有空的話 就可以跟他約時間 不管多晚都可以 所以我們大概也試了好幾次 就越來越習慣 越來越棒了 對 現在小朋友大概都多重嗎 現在兩個 前天才兩個 因為前天剛好回診 兩個剛好都四千五百克 很不錯 這兩位就是從美燕他們的手裡 帶回去兩個月 也照顧得非常非常好 那智奎爸爸很幸運 帶著小朋友平安的回家 但是也有些早產 而後續發展其實並不順利 可能住院的時間 比拜家裡的時間還要更長 那美燕護理長 又是如何協助這樣的家庭呢 星期天的早晨 台北慈願有著不同以往的熱鬧 原來是小兒科 舉辦了十週年 早產兒回娘家活動裡 廖美燕護理長的先生林明昕 為了協助懷孕的妻子 也到現場擔任攝影師 在外面的時工 對面會來 對面會 對面會 會 就兩個兩個一樣的 等一下喔 看這個是什麼 這是誰 是姐妹的籃子 好 然後再翻 看看 這是貝貝 創任初期的小病人 在媽媽的帶領下參加遊戲 看著這些小朋友 各個活潑開心的模樣 很難想像剛出生時的他們 可是一路面對挑戰 勇敢地闖過一關又一關 好 太好了 好 謝謝 貝貝出生時 體重770公克 曾經創了台北慈院 最小早產兒的紀錄 如今已經可以在假日時 跟著才藝班的同學 到醫院表演擔任職工 雖然害羞 卻贏得兒科病房 所有護理團隊的掌聲 謝謝你們 謝謝 我來了 十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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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羞 十歲了 貝貝是十歲了嗎 才十歲了嗎 所以十張照片對不對 而且都在哪裡 掛在哪裡 掛在貝貝的畫的樹上 對不對 對 哇 貝貝要像這棵樹一樣 怎麼樣 越來越高 越來越大 是不是 謝謝 美燕阿掌和同仁們 把貝貝十年來的照片 標框 當作她的禮物 好 一 二 三 對啊 哦 媽媽沒有辦法 貝媽寵回貝貝 住過四個月的家戶病房 心中百感交集 真的好笑哦 可是貝貝當時 應該是她的一半而已 是不是 哎呦 真的是 因為她出生一千四嘛 貝貝那時候是七百 對不對 對啊 Urban V 因為其實貝貝是 因為媽媽血壓比較高 然後比較高齡 造成的早產 她就覺得一直很自責 對啊 所以她只要看到那個畫面 她就想到以前 貝貝曾經受過那些 醫療的處置 加上她又有水腦 她又想要一路上的艱辛 其實每次跟她聊到這個 她都會哭 差不多到美院了吧 有嗎 我差不多了 你們看到 有沒有 很好吃到 貝貝在加護病房住了四個月 是台北慈院第一位 水腦的早產兒 當時光是為了找引流館 都得費盡心力 因為有過一百多天的共同回憶 美燕阿長和貝媽成了好朋友 她回來就覺得有點難過這樣 就覺得說 媽媽我有那麼小嗎 你更小耶 因為她照片看不出來她都很小 你想說更小耶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不記得對不對 應該不記得 鳳鮮花 鳳鮮花 是嗎 是叫鳳鮮花嗎 最小想看還沒別的花 如今的貝貝是個愛笑的女孩 在媽媽的細心照顧下 學習各種才藝 貝媽說 最要感謝的就是護理人員 陪她走過那段艱苦難熬的日子 她們都會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講話 就說你看喔 阿姨雷花你看喔 你不可以再調皮了喔 手不可以亂動喔 怎麼樣 很乖喔 或者說今天便便的顏色很漂亮喔 很棒喔 就是一直都在會跟她講話鼓勵 我覺得這點是很讓我覺得說 我要學習的部分 讓我覺得說別人都可以這樣對我們的小孩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的給予我們的小孩 她目前所需要的 我覺得是有一種示範的作用 然後也給我們很多的安慰以及安心 抓著老師的手來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快點 加油 喔 那麼棒 那麼爸爸 好棒喔 怎麼樣好棒 有喔 貝貝因為早產 有些為學習遲緩的後遺症 貝媽並沒有因此而回心 不管在接待室或花園裡 總是不厭其煩即會教育 對她來說 不需要和別人比較 只要符合貝貝的學習進度 每天有進步 就是值得開心的事 我沒有任何悲傷難過的權利 因為呢 我今天有一個天使 需要我的執意 需要我的保護 那我最大的責任 就是跟她一起成長 所以我希望父母親也 抱持著其他父母親也可以抱持著 這樣的一個心態 跟孩子一起成長 不要覺得那是你的負擔 或者是壓力 任何問題 只要你覺得你有信心 可以去解決它 其實任何解決方案 都是最好的方案 只要你有信心 好重喔 拿著一 二 三 就出去 那是什麼球 寶玲 對 好棒 有愛朋友嗎 有 用腳踢的 叫什麼球 好棒 只可惜 不是每個早產兒 都能像貝貝一樣長大 劉家福小弟弟 2014年底過世 在他短短五年半的生命裡 住在醫院的時間 比在家裡還多 劉爸爸難捨對兒子的思念 臺北此院 臺北此院兒科加護病房的 5102號房 成了他最一二字的地方 他在這裡是 滿笑多於悲傷 因為其實難過跟緊張都已經死了 他裡面也都很 都會很精心地照顧他 他都度過 那後面都是在等他的好轉 讓他回家 讓他轉出到國畢區 所以在這輩子 都會比較期待 就是說 我們都幾個人 把他跑到旁邊 不好了 我們都幾個人 把他放到旁邊去 嗯 只是剛剛走到五六五路 要站到別人的口 我就很緊張了 因為 又要到這一間 5102期間 對啊 他怕我們擔心 因為他跟我們 就是一個朋友了嘛 那爸爸就是 怕媽媽擔心 他自己 偷偷地回來 朝我們 然後還是想要在這邊 找小朋友的影子 因為其實小朋友那時候 已經快要錄他了 對啊 那我們就是陪爸爸聊 聊一聊 看他可不可以 有一個宣洩的管道之後 他的背上的狀況 會比較降低這樣子 早產兒出生時 因為器官不成熟 可能引發各種病變 家父就是一位 多重障礙的小病人 但是爸媽堅持要給他 一般小朋友應該有的童年 甚至家父去世的那一天 就是在學校發病的 劉先生說 兒子離開後 才後悔自己陪家人的時間太少 每次重回兒科家戶病房 除了思念跟家父 短暫的緣分 就是想表達自己 對護理師們的敬意 他們真的很盡心盡力 在做一件事 只是說 我們 我們不了解 這些專業的東西 只能依賴 只能信任他們 能夠幫我們做到最好 我想除了感謝我 我實在想不出 有更好的 這個表達我的內心的話 因為 太多似乎都是累贅 那深深的一個句公 跟感謝 我覺得就表達我的誠意 跟謝意 就是我 謝謝他們 我們現場多了一位 資深的早產兒媽媽貝媽 黃承宜小姐女士 我們知道那個貝貝 現在看到貝貝這樣子很可愛 然後很腼腆 然後真的 看到她的笑容 真的煩惱都沒有了 很難想像她 十年前才七百多功課 是 那當時要不要想想 當時您的心情又是怎麼樣 是 當時因為我懷孕 大概二十七週的時候 開始就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來醫院急診 那那個時候醫生說 要馬上生小孩 我想說還不要 兒不到七個月 沒有心理準備對不對 對 毫無心理準備 然後也很惶恐 可是到最後還是撐不住了 就急急剖腹 就生下了貝貝 那當時其實 我自己也在江戶病房住了兩天 那當時我自己因為也插管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看到孩子 我所有的資訊 都是從家人 醫生的 給我的資訊裡面 一直到我 到轉到一般病房之後呢 我才想到說 我要去看我的小孩 第一眼看到她 我就一直哭 所有的醫生 護理人員 都來跟我解釋 貝貝的情況 然後告訴我她非常的勇敢 告訴我她 昨天還踢破了這個保鮮膜 或者是自己拔了罐 她這麼勇敢 這麼努力在為自己的生命奮鬥著 媽媽也要勇敢 而且告訴我 我說那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醫生跟我說 母奶是對小孩 最好的一個營養品 所以我當下就想說 好 我一定要擠出母奶來 所以我一定就開始要吃 一些湯湯水水的東西 魚湯 雞湯 牛肉湯 什麼湯 我都喝 但是也就是獲著淚水 在喝這些營養品 那就是為了要給她 最好的母奶 那當時我也租了一台 電動雙馬達的不入 就這個擠奶精 對那個過程 也曾經擠過這個 巧克力奶 草莓奶 其實這過程 對 是很辛苦 但是呢 那當下的感覺 過了就是過了 現在我擁有的東西 我是看到很多的快樂跟希望 那美燕 剛剛貝貝媽媽有講 就是她那個過程轉折 就是要去見貝貝的時候 會一直思考 要見她 很想見她 又不知道見她的時候 自己會怎麼樣 所以她也只能形容 就是不斷地哭 那我相信在小病房 真的常見到父母親 那這個部分 怎麼去協助媽媽們 因為可能有些 現在有些媽媽的小孩 也是住在某家 或是其他醫院的 交互病房裡面 其實我覺得早產就是 她已經是早產了 但是家屬的信念也很重要 像貝媽 我覺得她一直很勇敢 雖然我們有跟她說 小朋友的狀況很危急 因為其實 一公斤以下生的孩子 大概四個只會存活一個 對 但是貝媽 雖然聽到這個消息 她會一直哭 看到小朋友這麼小 身上這麼多管子 她覺得很不忍心 因為自己的高血 要讓小朋友遭受這種折磨 那其實醫護人員 也會很捨不得 但是因為媽媽的觀念很正向 小朋友其實也感受得到 所以其實如果家屬 跟那個醫療人員的信念 是正向的 其實我們都很相信 小朋友一定會度過每一個關卡 這個真的很重要 貝貝在這 就是住在家護病房 很長一段時間 是 那對於護理人員 包括像美燕 他們都變成為好朋友 是 我知道有些護理人員結婚 被媽都還會去參加他們的婚禮 是 那又是怎麼樣 就是這樣的情感 到現在十年來都還一直保持 對 原本從這個醫病關係 要從一個緊張的 其實有時候也會產生一些懷疑 或是不信任 或者是困擾的時候 但是他們不厭其煩地來告訴我們 幫我們解釋 舒緩了我們很多的不安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彼此也會聊到一些生活上的 共同點 興趣等等 我想我們護理人員 最大的就是喜悅 就是病人把我們當成朋友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變成很多我們的朋友 起了很大的壓力 那從貝貝媽媽 貝媽的身上 看到很多正向的能量 那美燕就覺得 媽媽又帶給你在工作上 我想帶給你應該有很多 不一樣的啟發 其實我覺得從事護理工作這麼久 你遇到這種這麼正向的家屬的時候 其實從他們的身上 也得到我們繼續工作的那個動能 對 那其實遇到貝媽這樣子的 像小貝貝雖然住院了四個月 回家了 她雖然有水腦的狀況 但是她之後回來門診 媽媽都還會帶著她回來跟我們互動 那我們在臨床上遇到一些 回來看阿姨 對 會跟我們玩 然後你看到貝貝現在會講英文 會畫畫 會跳舞 我們可能都還不會跳 你就覺得 哇 這種真的給我們工作上 因為他們有很大的動力 對 貝媽你看 你給我們很大的動力 孩子給你很大的動力 是 我就覺得 能夠再像美燕在 那個江湖病房工作十幾年 這就是給他們最大的動力 我們今天謝謝貝媽 帶著貝貝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等一下 媽媽就要帶你去參加什麼 睡衣派對 YA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美燕護理長跟先生林明星 是國中同學 因為到台北工作 再度遷起這段情緣 結婚三年 終於懷孕 回到後衛娘家 所有家人都為他們高興 要喝一下 感情一下 沒有 很好 很好 很用 最用的 要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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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們婆婆說做月子 要吃什麼 好 要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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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美燕的爸爸壯年出世 鑄成了美燕 立志從事護理職業 妈妈在33岁的年纪 一手拉拔五个孩子长大 其中的辛酸是外人所难以想象 但是廖妈妈没有一句怨言 我开始也很想要走那条路 就是说我老婆去追忍 就变孤雷了 都要走下去了 就一直走走走 廖妈妈的辛苦如今都有了代价 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各有成就 都是她的骄傲 看着美艳的先生跟外甥女玩得开心 她也为美艳有一个好归宿感到喜悦 她的工作心里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照顾生命这种东西 就是不像我们一般工作上的那种压力 因为我们这种压力是 你比较可以去处理 然后他们这种就是面对生命的压力 有时候我都会在想 如果是我 我可能也 没办法去生生还是干嘛 对啊 要有很大的耐心 还有爱心 美艳的先生不管在医院或回娘家 只要有空一定陪着她 虽然过去轮三班 如今管行政 护理工作还是辛苦 但是她乐观地说 怀孕后反而因为地力之变 少了很多烦恼 像她现在朋友很多人怀孕都会想说 哎呀我等一下如果我老婆真的破水了肚子痛 我要怎么送医 然后一一九要打几号 我完全不用烦恼了 就是很多资源都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也不用烦恼说 我如果生了小孩 人家会不会好好照顾 因为那些团队我都认识 甚至是搞不好我在上班肚子痛 我走出去可能就是在房子 我就可以生小孩了 所以都在医院工作有医院的好处 因为就是会很放心 不会有健康上的 或者是安全上的疑慮 美艳说不担心生产的事 但毕竟是敌胎 夫妻一起散步 为宝宝准备婴儿用品 是他们夫妻现阶段最大的享受 因为有很多很多妈妈 她就想要我买大一点 因为万一我的孩子生 万一孩子生出来比较大 那她就想买大一点 那可以用用了比较久这样子 那还不知道多大 基本上一般人都会买大一点 因为她小孩子长 好啊 买这个 好 刀子 那因为小孩子不是会踢吗 对 她踢的时候就会有声音 然后也等于是安抚自己 跟自己玩 所以这个造型都很可爱 而且很有声音 嗯 台北慈济儿科病房 经常有满床的时候 美燕阿长坚守岗位 这时城市警督导 就会来到病房 卷起袖子 跟护理师们一起并肩作战 好 好 没事 这样子 生气了 好病 城市警督导 是台北慈济医院开院时 小儿科加护病房护理长 当初也是她介绍美燕进入医院 美燕说 督导是她在护理之路上 影响最多的前辈 可是她是一个非常细心 非常仔细的人 然后你 而且你会对于在小儿科 觉得我们都照顾早产人 对不对 早产人她的很多东西都很精细 你会发现她在做任何的一个 照顾还有处置上 都非常非常轻柔 而且她会做得 非常的到位就对了 督导关心美燕在工作上的表现 更担心她结婚三年 一直没有传出好消息 现在看着美燕怀孕七个多月 十年来用心照顾每个和生命拔河的婴儿 她相信这个宝宝是上天送来最好的礼物 我们现场多了一位来宾是美燕的先生 李明昕先生 明昕 我知道你都会去参加美燕的 有一些在医院的活动 那你参加这些活动是去照顾美燕呢 还是有其他的内心的原因 我会陪她去参加一些医院的活动 像是前一阵的那个早餐儿回娘家 那因为平常她在医院工作的情况 那我因为我是要工作 所以平常不太知道说她真正在医院工作是怎样的情形 所以就是会想要去参与看她 多了解她 对对对 多了解她在医院的那个活动的情形 那参加了以后呢 看到她跟那些早餐儿回娘家那个爸妈 跟他们爸妈互动还有小孩子 从那个保温箱慢慢长大 然后一起互动那种情况 看起来我觉得还蛮欣慰的 我想不只是只有辛劳 应该是这个工作其实是很有意义 陪伴这些需要的那个家人 那她都照顾早餐儿 想必就是早餐儿有六七百八九百 一千多也有嘛 要养到两千多才可以让他们出院 那压力一定很大 那平常她的压力又是怎么样 在家里面就是跟她平衡的抒压 平常回来一定是尽量让她放松 放松哦 比如说 她有让你真的回去放松吗 譬如 其实她会帮忙做家事啊 煮饭啊 对这个就已经很放松了 所以平常家事都是明星在做了 对都尽量可能弄一个丰盛的晚餐 等她回来吃 丰盛的晚餐 这回去我跟我先生再好好讨论一下 然后还有呢 还有就是家事一定是尽量我们来承担 那平常有时间放假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回南部 那跟家人团聚 对我们都喜欢回去跟家人相处 那这样对美燕跟我来说 这是一个最放松的一个方式这样 刚刚有讲到嘛就是提亮美燕的工作 参加她的活动 陪她回娘家 甚至协助准备一些晚餐 我想主要不是晚餐是那份心意 所以应该说内心也是很欣赏她的工作 跟她目前所从事的一个行业 那美燕知道就是 你从事会业工作 其实跟爸爸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 要不要谈谈这一段呢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乡下小孩嘛 那我记得是在四五岁的时候 爸爸过世了 那其实长大之后就会问妈妈说 为什么爸爸会离开吗 那其实真的找不到原因 因为当下可能就是 医生说走了就走了 就跟你宣判说死亡就死亡 所以其实到现在 自己身为医护人员 也不知道为什么爸爸的死因是什么不知道 那这个其实一直都是心中的遗憾 那当初在选择行业的时候 职业的时候 其实就会想要去接触到这一块 所以我才会投入护理的工作 对 那从事会工作十几年嘛 那为什么就是坚持在早产儿这一块 我知道你都是在早产儿 家户病房里面 那是什么样的力量 因为真的压力很大啦 坦白讲 那一个一个期待的家属的眼神 跟期待的心 是什么力量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姻缘 因为我们当初没有说 特别要去哪个单位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孩子 虽然说现在台湾的生产率没那么高 但是早产儿永远是在新生儿的 百分之十的发生率 它永远不会消失 所以我们会想说 虽然说现在的早产 新生儿很少 但是早产一定会在 那早产这么小 它必须 你看住院要三四个月 这一群的医护人绝对不能中断 所以我们当初就一然 居然投入这个行业 也没有想过要离开 那其实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都快要迈向十五年了 也没想这么多 就一路一路这样子走过来 每一个提前来到世界上的小生命 都会让妈妈担心害怕 幸好有这一群护理师 陪伴着他们 一起面对生命的课题 走出恐惧的深渊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美艳护理长 还有我们的明星 那谢谢你们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